下面来讲解去除双下巴 我们先来看这个模特在他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淡淡的双下巴效果 这拍摄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呢快速的将它进行去除 怎样来去除呢 首先选择这样的一个照片 然后执行菜单栏中的滤镜液化命令 打开液化对话框 在液化框窗口的左侧工具栏的位置呢 选择向前变形工具 然后呢在预览窗口中 注意这边有它的一些画笔大小啊 它的这个画笔的密度啊进行设置 我们现在移过来看一下 过大对不对啊 可以将它大小设的小一些 比如说设置为34 再看一下大小好像还是有一些大 可以再设置的小一些 设置为25 差不多对不对啊 当然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你在设置这个大小的时候呢 要稍微的让它大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稍微的大于这个位置 不然太小的话呢 你进行推移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很明显的斑痕 很明显的痕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调整了 这个双下巴怎么来做呢 选择还可以设置它的画笔的密度啊 它的压力啊 这个值啊 你可以自己来设置 然后将它双下巴向上推 一点一点的进行推 如果推错了怎么办 卡车加Z可以撤销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恢复全部 单击一下它就全部恢复过来了 就给它全部恢复过来了 我们看是不是 笔柱稍微调略大一些 不大了 当然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使用箭头 就是使用这个括号键呢 对它进行调整 你看我们太小的话呢 推的时候呢 在边缘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 效果 对不对 现在看 就是效果已经 已经变得淡一些了 已经变得淡一些了 对它进行 多次的推移 推移后 比如左推工具 还可以使用这个左推工具呢 将它这些呢 进行 变化 那有些地方还可以进行变化 推移 先把它的边缘 进行适当的推移 慢慢的向里推 当然也可以向外拉 就这样 现在看它的双下边 效果呢 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对不对 不是那么明显了 但是呢 还是有 确定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 工具相中的 比如像 涂抹工具 对它呢 再进行适当的涂抹 我们现在再看 双下边已经消失了 对不对 已经消失了 唯一不好呢 就是这点颜色有些深 怎么办呢 简单工具 进行简单 现在看啊 简单过大 曝光度设置的小一些 有的说了 好像我剪完以后 看着怎么还是不太好啊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是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大概的调了一下 所以呢 做完以后呢 你会感觉呢 细节上来说 是不好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已经看到 它已经就是 除去了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呢 可以做的更细心一些 这样呢 做出的效果呢 就会 更好了 这就是 双下巴它的去除 快速去除 双下巴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对它 设置完以后 比如说这样 设置完以后 对不对啊 设置完以后 看着不好 可以再使用液化 再进行推移 有些地方还可以 再进行修改 多次的修改 就可以做的 比较完美了 现在看 是不是要好一些啊 好像还有点亮 没关系 使用它 调一下 双下巴效果就消失了 这就是去除 双下巴的一个 操作方法 我们下巴的一个方法